孙姦汉原珊珊真是神奇物种 明明是浪漫烟花跨年夜 明明是唯美山中私密石 四处都充满了粉红泡泡 他们却活生生过出了一种哥俩好 一碗热酒掏心窝子的济世感 画风一秒从甜蜜蜜偶像剧 跨成弟兄唠科模式 不过 虽然碎嘴子互相嫌弃 永远想放大对方的打脸时刻 但人生能有如此之心的老友 也是一件温暖又难得的事情 傻大姐的艰难历程比起上一集里两位 和前锋的尬聊 这对互相嫌弃嗷嗷的对话 动人指数飙升了不少 要聊人生凄惨血泪史 袁珊珊也是个大宝藏 孙姦聊到的第一层压力 是袁珊珊对流言蜚语猜忌的恐惧 宫二时期 袁珊珊在组里压力很大 孙姦说记得她对谁都特别客气 被问到你是女主角吧 这么简单的客观题 她的回答都因为浓重的求生 育儿带着主观色彩 不是 不是 大家戏都很多的 这个戏有好几位女主角 提及这段 袁珊珊多年以后都还心有余悸 我当时哪敢啊 第二层压力 是年幼缺乏经验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巨大挫败感 袁珊珊拍戏被导演骂你能看懂剧本吗 挫败感很强 又不知道怎么疏解 跑去洗手间痛哭 哭完又跑去车上痛哭二 哭完了以后被喊去拍一场庆祝生日的戏 一秒扭曲成强颜欢笑模式 心态一下子全崩了 内心暗戳戳觉得演员这个行业太可悲了 拍完戏以后袁珊珊找到导演 说以后都不想做演员了 多年以后再度遇到这位导演 他才明白当年对方说的都是对的 导演的一句你太单纯了 已经是很有保留很客气很良善的戳穿 然而纵使明白了道理 也一样要面对演员这个行业的艰难 这也是袁珊珊遇到的第三层压力 任何行业的降薪成品 都需要心血与付出 袁珊珊和孙坚的血泪苦难占有情感 来源就是六年前的新年 他们一同在剧组拍戏 拍的还是瓢泼大雨里跪地大哭的戏 要不要这么狗血 当时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零下二十多度 冷冰冰的雨水一焦 真是津津亮透新凉 按道理这个温度应该是降雪 剧组应该是用水龙头人工制造 了大雨情境多多缩缩当了几个小时的洛汤机以后 能够喝一碗姜汤 就已经觉得非常幸福 但若干年过去了 再度想起这样的瞬间 又不失为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 说起来 袁珊珊算是第一代经历大规模网络暴力的艺人了 曾经被全网黑袁珊珊滚出娱乐圈 被不分青红皂白的路人无端伤害 加油添醋无端言语伤害 但袁珊珊的傻大姐心态也是real刚 靠健身 马甲线等一系列正能量热点重新找回了状态 也不爱卖惨 不爱计较 节目里要么迷迷糊糊 把洗地板变成室内泼水节 要么把洋葱炒鸡蛋炒出火灾济事感 要么连摘个草莓都被吐槽太不讲究了 大大咧咧活得自在又可爱 你看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要有乐观勇敢的心态 才是王道啊 一十四日下午 演员孙坚更博晒出 自己在朋友圈宣传电视剧 归去来的截图并配文 我确实是自觉好心 可是在他这里感觉是碰瓷的 我朋友圈印广位置很贵的好吗 看来我的在微博发一条更大的印广 今晚归去来都看起来 为了让他多给我转点红包 来 大家帮我爱特他 称朋友圈印广位置很贵 让网友帮忙喊话好友唐嫣交广告费 孙坚为唐嫣宣传新戏而向唐嫣邀功请赏 没想到表扬没有却被抢 曝光的聊天记录笑喷网友 孙坚 麻烦转账一下 唐嫣那你撤了呀 本来的邀功被回抢 孙坚的那句你等着 隔着屏幕都看到了委屈 朋友间的地位很明显了 随后孙坚在评论区中又补充道 别我把逼急了 以后每天每集打广告 让你月节 贵死你 分分钟真朋友互损上阵 打去十分 话说两人从同学到朋友 这么多年也是真有情 鼓掌鼓掌 点 孙坚晒与唐嫣聊天记录 笑坏众人 网友的回复亮了 这马赛克打滴够彻底 孙坚唐嫣聊天记录 轮马赛克技术 坚不可摧啊 有网友评论 还要每天每集打广告 让月节 哈哈哈哈 孙坚你是来搞笑的吗 见过打广告的 没见过你这样强行打广告的 这两只是想笑死我吗 谢谢孙大胜的宣传 我堂对你对得很开心 好的友谊就是这样互对呢 请继续宣传